字幕提供 《山川風水講堂》的時間 形光幕見到楊忠如師傅 大家好 師傅,之前講了一些關於風水 地理五訣 有很多觀眾都說 好可愛 坊間坦白說 都少聽師傅這樣講解 由最宏觀的外聯格局開始講起 但是 有很多觀眾都想再 知道 即是他們說實際些 師傅,接下來是九運 我要不要搬屋 因為地運影響20年 所以我知道師傅 一年不知道幾集 或者十幾集 我們就會做一個地毯式搜索 整個香港 如果講一些不同的大區 我們都會講一下 到底他接下來九運 的風水上 有沒有一些轉變 或者有沒有一些好處 或者弊端 希望幫到大家 我記得 之前師傅 做過一個叫 區區有廣 有廣 講一些不同的地區 但是有些觀眾說 師傅,我的廣島區呢 所以我們現在先招呼你 我們就由廣島區開始 沒錯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以及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從用家的角度 上幾集就講講龍脈 用一些學術性多一點的 今次我就用用家角度 很多客人都問我們 現在是八雲 明年是九雲 八、九有時轉雲的情況 我的房子住得好一點 要不要搬 甚至無 九雲有些向會好一點 我需不需要 入了九雲要搬 要整理一下 諸如此類 好了 今天我們用於用家的角度 之前我在香港也看過不少的房子 以我的心得 講給觀眾聽 分享一下 就好像Mac說 地毯式 今次我們又不分十個區 反正我們之前漏港 香港島 一直由西面掃到東面 慢慢談 我們講回香港的龍脈 始終我們看風水 都是用大局 一直進去裡面看的 接著我們香港的龍脈 就是一條南龍 中國的我們分三條 一條北岸龍 一條中岸龍 一條南岸龍 南岸龍的分支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 三面是環海 一面是黏著陸地 其實緊接陸地 都不是很多地方 黃色這條 就是我們跟深圳的一條分界線 中間有一條深圳河 明知深圳河那裡 都是有水分隔開的 唯一我們陸地連了 就是這裏 有個叫紅花嶺 在我們香港的一個西北區 如果你說走六路過來 這裏就是黏著中國大陸 對面我們叫不同山 不同山就在深圳 這邊這個山我們叫紅花嶺 就是我們最接近來墨的一個地方 就是紅花嶺 接近來之後 我們就講話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講過 我們大帽山在這裏 在荃灣上面 大帽山是我們的祖山 始終我們的來墨 都會去到大帽山做一個聚結 聚在祖山 由祖山之後 再分回墨 再去每一區 為何我們叫祖山 就是認祖歸宗 即是我們整個 香港來講 那個山 為止最高或者最突出 其他 所有的局 或者墨 都在這裏分出來 當然 如果大帽山再數上去 我們的祖山 就是不同山 因為我們的墨 都是不同山 它由不同山發墨過來 如果來到香港 所謂今天 我們會講回香港島 香港老的那支墨 有些是不同的說法 有些是經過大嶼山 經過交易洲走過來 另外一個是走回中間 我們九龍過峽 上去歌庫山 然後報勢 有些是這樣的說法 另外一個是走到尾 去到尾河門 去到尾河門 那邊 摩星嶺那邊 不是摩星嶺 摩鬼山 將軍澳那邊 但是 如果我們按龍局 來分架局 通常我們計算 中、墨 是比較珍貴 然後左右 之前說一集 有龍和沙 沙者 即是兩邊 包含沙 中間我們稱為龍 如果這樣看法 香港始終是我們的市中心 亦是一個金融中心 所以它本身的龍局 應該是比較珍貴 中心點 如果我們這樣看法 應該是中墨過來 中墨過來 比較合我們學術性的說法 中墨過來 即是九龍過來 過來之後 布勢去到山上 就是我們的歌芙山 第一組 這是歌芙山 歌芙山之後 它分成東西兩邊 一邊走西邊 一邊走到龍虎山那邊 之前我給你們一幅照 就是在西高山拍攝 看回我們扯崎山 是否彎彎地 有枝墨 我説是包著中環 就是這個情意 它包著中環 即是等於 看回中環來說 都是一個中心點 中心點 然後 東區 一直到柴灣那邊 然後這裏 鎖上局 你記住 我們這些水 都是龍行 水行 因為剛才我們那支墨 都是從北面來的 然後水都是在北面 始終我們這個 所謂叫珠江那邊 就是我們西北方 珠江水流進來的話 等於我們那個內局 看回香港島的內局 你看到這裏 有些痕跡 你看到嗎? 像Mac那裏 你看到這些? 除了那些船的痕跡 其實都是有些水的痕跡 這些痕跡是否這樣流過來 就像虎紋、豹紋 是的 這樣流過去 其實我們的水 維多利亞港的水 其實是由西北方流去東南方 我之前說過 尖沙咀這裏收窄之後 那些水鎖在中環 尖沙咀這帶 所以這裏開埠以來 應該是最黃的地方 因為是聚水 這次我們又說回香港島 用用家的角度 我們首先比較多人住的地方 在哪裏? 應該之前都行過西環這些地方 也有些照片 看過西盈盤這些地方 中間有一條明街 如果一般外面的人去西環買東西 通常會去海尾街 海尾街 海尾街就是這條 這條就是海尾街 西環盤 西環盤這條街 中間就會有很多海尾 如果你喜歡包心刺土那些觀眾 不妨去那裏 批發價 應該相對會便宜一點 這條街 雖然這條街 這條街 雖然這樣打橫 其實樓盤應該是怎樣的 應該是南北向的 南北向的 尤其是 我們這個太平山 就是在南邊 正正 海就在北邊 有這樣的說法 九雲是否尼龍撼水 南邊有山 北邊見水 就是最好的 你看看這個格局 是不是這樣 這個格局就是這樣 即是說 如果你在正街 或者東邊街 西邊街 好像這個叫做 晉成峰 這堆這樣的樓 其實它就是 助南向北 我們現在這樣說 就很虛的說法 因為我們還要看 小的格局 即是由大局 一直看回裡面的內局 有時候可能來收怒氣 也不一定 但如果我們現在 針對這麼多觀眾來說 我們很難說得這麼小 通常我們以局向為準 局向的意思是 即是香港島 現在西營盤這邊 南邊有山 北邊有水 尤其是正街那些 東邊街、西邊街 比較多人住一點的話 那些格局的馬路分配 都是南北向 或者是東西向 但是我們經過羅間度 它有少許 偏了少許 所以如果我們學 有些觀眾懂得元空 它有些叫做兼向的格局 它有少許是這樣 兼向的格局 如果是兼向的格局 它很有趣 在八運來說 它的兼向的格局 其實相對來說 它不是太黃 在八運搬進去的時候 即是 我們為何謂的八運 就是從2004年進去到2024年 2024年即是明年 中間的二十年 如果你一進去 如果你吃正這個水局 其實你是看水 但問題是 它未必很黃 未必會黃到你 要是我們配一條素 是時運的問題 雖然那個鑾頭漂亮 後面有山 前面有海 好像很漂亮 但始終這二十年 未必在數目中吹得起 但是你八運搬進去 不要緊 你看九運 九運 如果假設你在東北方 留意一下東北方 現在我們說的是八運搬進去 如果你在那區西應盤 你在南向北 在八運搬進去 但是如果九運 需不需要搬 或者改變環境 你要看看 你的東北方 能否看到水 如果你在東北方看到水 你就不用搬 那情況 你就會好轉 好轉 你比起八運來說 九運會更加好 九運更好 如果你在東北方見不到水 都是填緊的 那你就考慮一下 可能你九運 再重新再搬過一次 如果去到九運來說 伊甸這樣的環境 就很好的 因為你吃正是尼龍坎水 雖然有少許偏了線 但是 它的九運 它那個黃星 都在你前面 即是水會吹得起你的 雲 我講這些 我不知道 以阿MAT的程度 高一點 絕對是高很多 高很多 我除了看得明白 這裡叫什麼地名之外 其他都不太懂 所以就是 我們分兩樣 八運搬進去 需不需要搬 或者 如果你搬的九運 會不會好些 同一個位置 如果八運搬進去 我就說 如果你想像這個水局 就未必很好 其實如果是九運 你看看搬不搬 就是要視乎 你東北見不見水 哦 是吧 如果那屋東北見水 你就不用搬了 師傅 有件事 很有趣 我想請教一下 經常都說 九運是地運 有時會不會 這些是雞蛋與雞 一些因果的問題 例如你所說 這裡 似乎 九運 運勢也不錯 所以 有些天道的東西 就這樣運行 大家 前九十年 就覺得 我們不如大力發展這裡 這樣 會不會有這些 因果關係呢 其實 因果關係 就是 我們學風水 等我學完學 一定有因果關係 嗯 我們希望人家 中德 積福 然後 就算你不懂風水 也好 慢慢引領你 都會走回一條好的路 或者好的結果 我們也要遵從這些思想 但如果說我們現在的風水 就說兩樣東西 一個我們叫做聯頭 一個叫做理器 其實如果這樣說 可能有些觀眾 也不太明白 但如果你要懂八字 那些 就疑名一點 一個叫做命 一個叫運 為甚麼叫命運 其實命運 是兩樣東西 命就生出來 就是一條 定了 你是否好命 不好命 但問題是 你要配運 如果你好命 不好運的話 就是你一生很武藝 但問題是 你發展不到所長 你的運 每次走到那裡 都做得不順利 這是運的問題 好了 風水來說 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的園頭漂亮 園頭漂亮 但問題是 你也要等到運到 即是你幾時的房子 我說你好的 它幾時會好多些 幾時又沒有那麼好 是吧 或者你的房子差的 你的房子幾時差多些 或者幾時就沒有那麼差 這樣也要有個時間限 有個時間性 好了 運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加上那條數 可能它如果當運的話 因為它一運就二十年 你一搬下去 現在的亂頭就好 即環境就好 配合 你的時機就好 你一搬下去 差不多 你一年內 已經有個好結果 你說二十年 人生是十年一個運 如果以風水來說 剛剛運頭去到運尾 這二十年都夠多 但問題是 你的房子 如果你進去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亂頭好 好像現在 我講你西環 你是坐北向南 這樣就見到水局了 但問題是 你在八雲搬下去的時候 它未必是吹得起你的運 你要等 等運到 就像我昨天說 如果你九運的時候 剛剛運到 但它不在前面 因為那些財位 會按運去流轉 是 我剛才解釋過 東北 如果你看到水 通道氣 財位在那邊 你九運 就會比白運 即是說 其實運是流轉 亂頭就是定死 這個意思 這是我們所說的西區 今集可能講到這些位置 我們希望觀眾 即是它大部分是這裡 有些地方會偏了一點 你可以去到中環 或者西 上環 那些馬路 又變了 格局又變了 我們會說到那裡 OK 當然 我們絕對都歡迎 觀眾 你們想師傅去講哪一區 不妨留言 因為其實這次我們做這一系列的特輯 都是有參考之前 區區有柳港的一些觀眾留言 如果你想詳細深入一點 師傅看看有什麼風水可以再講解 也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當然最重要就是把這條影片分享給朋友 讚好 同時在影片資訊欄可以找到師傅專頁連結 按進去就可以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在風水上詳細請教一下他 下一集我們就跟師傅地毯式搜索 殺到這個中常環區 好 拜拜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做齊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按照的影片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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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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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